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7月财新制造业 PMI下降至49.8 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 这一数据的下降 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走向的担忧 新订单的减少 内需疲软 出口增速放缓 以及供应链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落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 企业需要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 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应对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 中国制造业的冷风却扑面而来 2023年7月 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骤降至49.8 不仅比6月的51.8低 两个百分点 更是自2022年11月以来 首次跌至融库线以下 这一意外的数据跌幅 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51.5 还创下了9个月来的新低 令市场各界目瞪口呆 经济日报指出 新订单的减少 是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订单的锐减 使得采购量指数 自去年10月以来 首次位于融库线下 企业更加谨慎 不愿增加生产资料库存 导致原材料库存指数 也首次滑落至融库线之下 可以预见 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制造业企业 对未来市场需求持谨慎态度 生产活动因此受到抑制 在财新中国发布的报告中 不仅仅是新订单减少 导致采购量下降 生产活动的放缓 更是直接证据 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 许多企业选择减少库存 以降低风险 这种态度 反映了企业对未来经济形势的 不确定性 和对市场需求的深深担忧 香港电台的报道详细描述了 制造业产出扩张率 跌至9个月来的最低点 新订单指数 更是一年来首次跌至收缩区间 国内外需求疲软 客户削减预算 使得采购量随之大幅下跌 即便出口订单仍然保持增长 但增速较6月也有所放缓 出口航运的组织 更导致了成品库存的上升 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压力 平均销售价格自5月以来首次回落 市场竞争加剧和投入成本的下降 也是其背后的原因 就业指数连续11个月位于收缩区间 一些企业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工作量增加人手 但更多企业因新订单减少和生产需求预期下降 而选择压缩人手 尽管如此 6月以来业界信心有所回升 这给未来带来了一丝曙光 明报则强调了 内需疲软对PMI下滑的主要影响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 国内市场的需求依然低迷 消费者信心不足 企业投资意愿低 整体经济活动放缓 导致制造业景气水平下降 同时出口新订单的增长也明显放缓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的乏力 使得中国的出口面临较大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些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例如 某家位于广东的电子产品制造商 正在积极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以弥补传统市场需求的不足 同时 该公司加大对自动化生产线的投资 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然而 更多的中小企业 由于资金和资源有限 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某家浙江的纺织品公司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他们的订单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 企业正在考虑裁员和缩减生产规模 东方法报报道特别提到 虽然生产指数连续9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 但7月的数据仅略高于融枯线 显示出生产扩张的幅度相当有限 这意味着尽管制造业在持续生产 但增长的速度和力度并不强劲 另一方面需求面表现较为弱势 显示出市场需求依然不足 企业面对订单减少和市场需求疲软 可能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生产策略 此外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也对制造业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企业 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许多企业不得不在成本控制 和生产效率之间艰难平衡 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地 调整生产和经营策略 一些企业可能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另一些企业 则可能会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拓展海外市场 以分散风险 总的来说 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的下降 反映了当前制造业 面临的复杂挑战和压力 尽管生产仍在持续 但市场需求的不足 和成本压力的增加 使得企业需要更加谨慎地 应对未来的发展 未来 如何提升市场需求 稳定供应链 控制成本 将成为制造业企业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片阴影笼罩下 中国制造业能否迎来曙光 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探索与应对 我们期待 政策的支持和企业的创新 能够为中国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 最终走出困境 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七月财新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的惊人表现 哎呀 这个数字 可是自2023年11月以来 首次跌破融枯线 紧录的49.8 远远逊色于市场预期 这一波操作 不仅让市场大跌眼镜 还让大家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多了几分担忧 首先 咱们得提提新订单的减少 这可谓是罪魁祸首 新订单的下降 导致采购量指数 从2023年10月以来 首次位于融枯线下 原材料库存也跟着缩水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彰显了企业对未来市场需求的谨慎态度 企业们不敢轻易增加生产资料库存 生怕市场不给面子 结果生产活动被压缩得紧紧的 紧接着 我们得看看内需的疲软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寄出了不少 刺激经济的大招 但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消费者信心不足 企业投资意愿低迷 导致整体经济活动放缓 再加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作用 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复苏缓慢 中国的出口压力也不小 即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外部需求的不振 也让他们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当然 企业们也不是坐以待毙 比如某家位于广东的电子产品制造商 就积极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还加大了对自动化生产线的投资 这样一来 不仅弥补了传统市场的需求不足 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成本 然而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玩赚这一套 某些中小企业 由于资金和资源有限 真是左右为难 某家位于浙江的纺织品公司负责人坦言 他们的订单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 裁员和缩减生产 规模在所难免 再来说说就业指数 这可是连续11个月位于收缩区间 部分企业为了应对未来 工作量增加而扩充人手 另一些则因订单减少 和生产需求下降而选择瘦身 尽管如此 也有些业界信心有所回升 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最后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需要更加灵活的调整策略 企业们可能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增强市场竞争力 也可能会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比如拓展海外市场 以便分散风险 而政府层面 如何继续出台 有效的刺激措施 提振市场需求 稳定供应链 控制成本 将成为重中之重 总之 7月的PMI数据 让我们看到 中国制造业正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也有一些积极因素 在发挥作用 未来 制造业需要在政策支持下 继续深化改革 提升创新能力 才能在这个复杂的市场环境中 脱颖而出 希望大家保持乐观 相信风雨之后 会见彩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3年7月 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6月的51.8 大幅下降至49.8 这一数据 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51.5 也创下了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低 这一下降 首次将PMI拉回到50以下的收缩区间 显示出制造业的景气水平 显著回落 新订单减少 是导致PMI下滑的主要原因 新订单指数 在一年内首次跌入收缩区间 反映出市场需求疲弱 以及客户削减预算的现象 采购量指数 自2023年10月以来 首次位于融库线下 企业不愿意增加生产资料库存 原材料库存指数 今年以来 也首次跌破融枯线 这表明 制造业企业对未来市场需求持谨慎态度 并在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时 选择减少库存 以降低风险 制造业产出扩张率 也跌至9个月来的最低点 尽管出口订单依然保持增长 但增速交6月有所放缓 显示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负面影响 出口航运的组织导致7月的成品库存上升 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压力 平均销售价格自5月以来首次回落 原因在于市场竞争加剧 以及投入成本涨幅 放缓至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就业指数连续11个月 位于收缩区间 部分企业为了应对工作量增加 而增加人手 然而许多企业因新订单量减少 和生产需求预期下降 而选择压缩人手 尽管就业市场面临压力 业界信心从6月的低位有所回升 显示出一些企业 仍对未来保持一定乐观 背景方面 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 刺激经济的措施 但内需疲软成为 PMI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消费者信心不足 企业投资意愿低迷 导致整体经济活动放缓 这种情况下 一些企业积极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投资于自动化生产线 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然而 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资源有限 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从历史数据来看 2023年7月的PMI数值 不仅反映出当前 中国制造业的复杂局面 还标志着 自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收缩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 中国制造业 正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内需疲软 供应链压力 和成本上升等因素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部分高科技制造业 和新兴产业 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例如 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行业的 订单量依然保持增长 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 不仅为中国制造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了重要支撑 总的来说 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的下降 反映了当前制造业面临的多重挑战和压力 新订单减少 采购量下降 原材料库存 减少等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落 未来 中国制造业需要在政策支持下 继续深化改革 提升创新能力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如何提升市场需求 稳定供应链和控制成本 将是制造业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七月制造业PMI下降到49.8 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 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 我们应该从长远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楚天书 你真是乐观的代表啊 短期波动 这可是九个月来的最低点 企业都已经开始削减库存和裁员 难道这不是个大问题吗 谢琪琪 你这是典型的卑躬舍影 从历史来看 中国制造业也曾经历多次低谷 每次都能挺过去 你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中国制造业也一度低迷 但后来不也迅速复苏了吗 哦 楚天书 你说得真好听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的情况和2008年完全不同 全球供应链不稳 原材料价格飞涨 你以为这些问题是拍拍手就能解决的吗 当然 当前的挑战确实严峻 但挑战总是伴随着机会 比如 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仍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行业不就是这样吗 这些可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哦 楚天书 你还真是擅长抓住一根稻草不放 高科技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增长固然可喜 但它们能否快速弥补传统制造业的下滑 这还真是各大问号 而且 中小企业可没你说的那么幸运 资金和资源有限 真有可能撑不过去啊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